刘周成与前妻林苗离婚一世 此前就闹得沸沸扬扬 今日两人又前后发微博并晒出毒片 细数对方相识以来的诸多过错 其中林苗在自书中透露 之所以在怀孕期间从五楼跑到一楼 是因为在电影院被对方扇巴掌 对方更在此前不久就动手打过自己 而对于骗婚骗钱以及做假口供之类的事 他也予以否认 此外他还提到了与刘周成一家人产生的矛盾 在他口中刘周成母亲并非不喜欢自己 母子反目也不是因为自己 而是刘周成姐姐将亲奶奶推导导致住院 在院内与母亲产生争执